平常是都在用的名字 你敢有想過有可能 可以讓它變成另外一種的東西 日本的創作者 田中打野 它把買湯變成刷山 賺的雞肉變成鳥仔 咱們作回來看看 香香看是積好的粉 滾看這張是鳳梨香 它這一張一張變紅的鳳梨香 閃到顏色的羹 加鏡頭搖滾的 就知道是鳳梨香其實是炸雞 另外這一張一張起司 加上落度 加路行的人 看得上色 起司也可以變成山坡 另外一位人 真打拼在背的這個山坡 加鏡頭搖滾的山坡就是賣湯罐 另外這個旁邊的衛生索變成薄薄 加這把創意 讓很平凡的生化部片變得很粗味 創作者是這位日本人田中打野 第二次來台灣參展 準備超過150座的轉型創作 當然要包含自己製作自己的紅子 站在手上 你這張手是青菜揮喔 老師從2011年開始就會 每天都上傳Instagram 就是在每一天發想攝影作品 對 它就是從日常生活上的小物 譬如說他今天去逛超市 或是他今天去哪裡玩 然後突然有想法 他就會先把它記在手機裡面 然後他就回去就把它創作成一個 就是生活作品 去年吸引十二班的人家來參觀 這次挑戰準備代表台灣的美食 珍珠奶茶 眾人沒想過說一杯珍珠奶茶 也有辦法跟火鍋連個島上 這個珍奶的這個也很酷 怎麼說 因為用成太空人就是平常不會想到 就想說他就只是一杯飲料這樣子 老師的想法就是很特別 他就想說珍珠奶茶 然後一個一個球 一個球好像吸管吸上來 感覺好像像UFO在上面 然後就是什麼外星人 還什麼明明都被吸上去的那種感覺 除了整台作品以外 也有可以頂端的 在日本跟台灣很流行的 可以生來生去的珍珠 變作故事公路 你一個一個珍珠 變作一台一台車 不然化身為大樓 只做一座珠珠珠 其他很多東西都是食物 跟食物有關係 就覺得蠻療癒的 很多東西就是日常生活 他好像配的一些紙跟那個 圖片的能物都很接近 然後打到你的心 就是我自己看 然後就會心裡笑 改變東西的原貌 發揮最少了 一顆切割四分一個小粿 加了滾仔藏雅雞球變作大海 可以重用 靠翠秋的桌子 可以變作電子金 演出最上最大的演出 你變條紙變作 晶軟的面穿 你日子可以化身 吃著腳踏車 跟我們說看法 回到孩子的時期 發揮最上流 不及我們在對東西 固定的概念和上色 記者綜合報道